那我覺得就是入獎的話 造成有些人是把他內掃的話放在血陰 所以他們要注意對方的事情 所以對方不知道他在想自己 然後導致他那種就有好心 那第二個就是他自己就有好心 他只是在活動一點事情 然後他在想一點事情的狀況 那這樣就完全是監管 好 這樣就這樣 他誤解的話我都會是 就是陷入維持的關鍵 然後現在要活動這些事情 對於這件事情的狀況也不一樣 所以他跟我的情緒 就像你剛講的一句話 要慢慢的就在其實事情 結果一陣子有一陣子 你會聽到別人的講話 那一陣子就開始了一件小具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三個 都還蠻是複複的 所以我覺得說請不聽 還要慢慢的想說 到底是不是說 是不是說你聽得懂 對方在表達的是什麼 才能把你自己的表達說出來 才不會造成之間的摩擦 誤會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要溝通上來 那就是說慢 你不要急 急的話就會造成人家的誤疾 你是覺得腳上面 如果說能夠緩和 然後去了解對方在講什麼 這樣子才是溝通上的一個環境 未來可以完全的摩擦 不會把你也能夠摩擦 沒有 有的發現 你也講過 不然可以 有那一份 別的說 現在學校的民主 代表會很清楚 大陸以前 台灣的文件 因為站在我們大陸的 台湾我們原本就是一家 三號三號 三半多年的孩子 總有一天是要回歸這個大陸 但是對於台灣人來說 我的已經是三個多年了 我的自理不分 我台灣人是台湾 就是大家這麼一場 我們對國人是出現的 可以錯同的想法 所以我也覺得 就是也要站在換位思考 有時候是站在他的立場下 就不要說講話 講話說你太重了 也就要回歸一點 才會造成那個溝通的障礙 很影響其實我們寫的字是不同 報告老師我們講話 怎麼樣